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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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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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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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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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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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就要利用水跟颜色来形成气氛 在形成气氛上要足以这个一张画的这个远近感 然后画出它的这个地域特点出来 画出它的季节特点 让这个看画的人 看得滑里又滑,滑来又滑 看着有白头不眼的感觉 这样才算比较滑,这样才算比较滑溜 这个画画到这个程度呢就准备渲染了 轩然是这个一帐三岁化的一个完成阶段 一个最后阶段 他要把这一段风景的这个 色调气氛要确定下来 这个说前世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 中国这个画用宣纸用水墨 它这个促成它的小过 它的由离条件之一是水 油画调剂颜色就用油 中国画调剂是用水 水带动颜色带动鼻墨 会丰富的 丰富的你说想达到的效果 在宣传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圆境的关系 比方说这一段山是近的 颜色就重一点 那边就是圆了就淡一点 而且用色的时候要掐好 不能用的国分的 就是说不能国分的名利吧 有时候这个画的迷茫一点 特别是远景 把这宣传的迷茫一点 反而这个还更具有艺术魅力 这个宣传的时候 出了他出情况要画这个雨物 烟物 画这个水分需要多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情况 一般要等这个画稍微干的时候 防备这个墨跟色混在一起 员 2 2 1 2 2 3 1 感谢观看 我滑滑不大喜欢说话 因为这个做话我觉得是一个高度思维集中的一个功课 古人说做话要 静入除止,出入脱兔 那是很有道理的 就说你画画是整的 就好像一个姑娘在闺房里手画一样 心要非常安静 这样才能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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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